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离婚男人丹尼尔和克里斯结为夫妇 新生了一个叫亨特的小宝宝 他们搬到了位于加州的豪华新家 家里还有一个保姆和一只听话的大狗 与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丹尼尔离婚前的女儿 也就是小亨特同父异母的姐姐 这天凯蒂阿姨来做客 记住凯蒂就是第一部的女主 现在的凯蒂没出事 第二部发生的事情是在第一部之前 凯蒂与克里斯是亲姐妹关系 这天他们从外面回来 发现屋里乱糟糟的 怀疑禁贼了 可家里并没丢什么东西 于是安全起见 丹尼尔决定在家安装一些监控 本片出现的镜头大多通过监控呈现 而不是手持录像机 第一晚发生在2006年8月7日 而第一部第一晚发生在2006年9月18日 说明本部发生的事情是在第一部的一个月之前 第一晚相安无事 可白天宝宝已突然倒下 克里斯没当回事 第二晚一点多 亨特突然哭了 其他都是正常 这天第一部的男主米克也出现了 这天距离米克死正好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米克和女友凯蒂来丹尼尔家玩 一切都还算正常 偶尔发生一些灵异现象 比如宝宝的玩具突然转动 但这都不是事 也没有人在意 第三晚 亨特突然站起来看着外面 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第四晚 相安无事 这早狗狗一直冲着一扇门叫 第五晚 孩子突然哭了 狗不停地大叫 保姆立即赶来拿香来驱魔 可随后 丹尼尔和克里斯回到家 立刻阻止了保姆 这样的气味对孩子可不好 第二天 丹尼尔就解雇了迷信的保姆 第八晚 孩子依旧半夜醒来 当克里斯抱着他往窗外看去的时候 门自己动了 接着窗外传来巨响 原来是一只鸟撞死了 第十晚 厨房的厨具发出声响 第二天 原本在水中的泳池的清洁器 竟然出现在地上 第十一晚 厨房的锅起火了 丹尼尔接毛处理掉 影片在短时间内 呈现了十一晚的灵异现象 紧张而紧凑 至此 克里斯开始怀疑屋里有东西 但是丹尼尔什么都不信 女儿也不信 漂亮的他还说 闹鬼多好玩呀 第十二晚 孩子站起来 看着外面哇哇叫 第二天早上 丹尼尔现场展示了 清洁器是如何跳出水面的 这样 丹尼尔彻底觉得 家里是安全的了 这天 女儿和男朋友一起在家玩蝶仙 结果拼出了女人的字母 男友说 鬼想玩女人了 如此调戏心魂 可要危险了 这晚 女儿在沙发睡觉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有烟影出现 随后 门也开了 电视也开了 女儿往外面查看 结果门关了 他被锁在外面 而屋内的小亨特 却被拉动了 只见他被抱下床 好像和谁在玩游戏 接着又回到了床上 等丹尼尔回来 发现了锁在外面的女儿 把他批评了一顿 父亲认为这都是疯 根本不是什么鬼怪 现在 女儿和克里斯 都觉得屋里有问题了 这天 女儿上网 查询灵异现象 怀疑他们家有魔鬼 网上说 如果一个家庭 想和魔鬼交易 换取平安 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个 男性后代 否则 魔鬼会一直跟随 这 指的不就是小亨特吗 第17晚 女儿听到楼下有动静 下楼发现 玩具自己动了起来 这天 凯蒂来了 克里斯和他说了 家里闹鬼的事 凯蒂劝告他说 不要过多去想 别去招惹阴魂 他们的妈妈也是这样 这里和第一部联系了起来 也为后来凯蒂遇到阴魂 埋下伏笔 也暗示了 阴魂跟的是人 跟住哪 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 如果有人看 鬼影实录系列 总说为什么不搬家 那他真的没有好好看 影片交代的 明明白白 听起来简单 可有谁 能对家中发生的阴魂现象 视而不见呢 刚说完 屋里再次乱作一团 阴魂生气了 女儿通过调查得知 克里斯的祖上 就是和阴魂 做了交易 牺牲了一名男婴 换取了后代的财富与安宁 第十九晚 楼下的门开了 狗狗下楼随后大叫 丹尼尔急忙下楼 发现狗狗严重受伤 于是他急忙送去医院 而克里斯来到亨特屋里查看 结果被阴魂拖来拖去 最后拖到这个小屋里 直到三点多 他自己深情恍惚地出来 第二天 丹尼尔要去和客户谈生意 屋里留下姐弟俩和克里斯 女儿在这个小屋里 发现了抓痕 而克里斯也受伤了 他肯定是被鬼附身了 吓得女儿给爸爸打电话 这会儿丹尼尔想起保姆来了 把保姆叫来来驱魔 丹尼尔准备用十字架来制服他 结果灯突然全灭了 屋里乱作一团 可最终 克里斯竟然被制服了 转眼 三个星期过去了 这段时间里 家里和谐平静 他们认为一切都结束了 这天 凯蒂来访 抱着亨特的他说 他家里好像出领异事件了 不过不会在意的 随后 凯蒂开车回家 哪有米克在门口迎接 这个画面熟悉吗 这正是第一部的开头 其实 阴魂离开了克里斯 开始缠上了凯蒂 随后 引发了凯蒂和米克的惨案 详情请见第一部的完整情节 第一部有三个结局 第二部采取的结局是 米克被杀 凯蒂失踪 这个结局 凯蒂失踪在10月8日 画面来到丹尼尔家 10月9日 凯蒂失踪的第二晚 丹尼尔在沙发上看电视 可身后 一身是血的凯蒂出现 随后拧断了他的脖子 丹尼尔死了 随后他上楼 杀死了克里斯 然后抱着亨特消失了 而女儿去参加郊游 12号才回来 发现了二人的尸体 结局 亨特和凯蒂失踪 也是唯一的结局 故事结束 怎么样 各位观众 无论是剧情还是演员 第二部和第一部 都是很紧密的 结合起来了 下面发表一下观看感受 《鬼影十路2》 由好莱坞霸主 派拉蒙 营业公司出品 因为第一部太成功 这就决定了第二部 无论如何 都不会令观众太满意 所以评分只有5.9 第一部可以说 打开了很多人的新世界 未记录的方式 令观众惊叫连连 第二部延续了这样的方式 可大部分都是固定监控视角 观看虽然更舒服了 但是真实感与现场感 有所降低 可爱的小男孩 和漂亮的女儿的参演 也丰富了剧情 而且本片更像是一个电影 呈现了更多的灵异现象 可更来说 正如本片上映后 国外某知名媒体人士的评论 我认为 不应该用苛刻的眼光 去看待这部电影 因为第一部的成功 取决于它的拍摄方式 而第二部的难度 要保持观众 对半夜魔鬼的兴趣 所以不能用衡量 第一部的标准 去衡量第二部 《鬼影石录2》 拍摄成本为300万美元 虽然大大超过了 第一部的1.5万 但在全球 依旧收获了1.5亿美元的票房 50倍的丰厚回报 本片上映不久 在没有确定导演和编剧的情况下 便早早公布了 第三部的上映日期 也显示了 派拉蒙对此系列的足够信心 而第三部 在一年后 也就是2011年上映 评分6.6 是《鬼影石录》 全系列的最高分 比第一部还要高 我们下期一起看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